曾經因軟巢癌接受開腹手術及多次化療的高小姐 示範癌後運動處方 幫助自己身體康復 儘管高小姐自己也是健身教練 但癌後的她同樣面臨三不知 不知何時動 不知怎麼動 以及不知找誰動的處境 我在治療的時候已經身體這麼疲累了 我還可以運動嗎 那我現在治療完了 那治療都到一個階段了 是不是可以開始運動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運動 就是我要如何運動 怎麼樣正確的運動 不會讓我身體額外的負擔 不會受傷 那甚至對我的癌症治療是有幫助的 我要做什麼運動 那最後是我要找誰來運動 就是運動其實是需要專業 就像剛剛謝醫師提到運動處方 我要找誰來開立這個 專屬於我個人的這個運動處方 這些都是需要去思考的 處方就好像我們在吃藥一樣 你要知道什麼時候吃藥 你要吃哪一顆藥 那你的藥效的強度是什麼 其實我們轉換成運動也是一模一樣的喔 我們要有順序嘛 我們要知道要熱身 我們知道我們的最主要運動要練什麼 我們要練肌肉力量 我們要練我們的手 我們要練我們的腳 我們要增強我們的體力 那我們要選擇什麼樣合適的運動 最後不要忘記了 我們一定要再做緩和收操 比如說拉拉筋這樣子 那這樣子一個整體的流程 就是一個比較符合標準規範的運動處方流程 其中的元素有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的頻率 一週要運動幾次 一週運動個兩次 運動個三次 我們的強度要多少 比如說像先一次有提到 我們在運動的時候還可以聊天 那可能太輕鬆了 那如果我們要超強一點點呢 可能要有點喘 甚至講不出話 但是又不能把人家逼得太強 因為我們是在 矮友上面做運動 對嗎 所以這個就很取決於教練的專業度囉 那當然還有不同的運動類型 爬山也可以 在健身房舉重也可以 我們的運動時間有多少 特別跟大家分享 有的人真的是體力不太夠 我沒有辦法一次運動個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沒有關係 其實真的從研究科學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次十分鐘 慢慢的累積 累積到三十分鐘 累積到五十六十分鐘 一樣有效果 一樣有效果 所以鼓勵大家動起來就對了 運動能降低復發風險 改善焦慮憂鬱情緒 美國癌症協會也建議將運動處方 納入癌後治療重要部分 而在台灣多數癌友都知道要運動 但根據研究調查顯示 癌後病友雖然有動起來 但近八成偏好走路 顯示雖然有動 但並非動得有效 他必須是一個有動機的 有目的的 有計畫的 而且最重要是有結構的 就是說你這個人到底是欠缺 運動項目裡面的哪一項有缺失 所以應該要補強 還是要整體的加強 最後他是要有規律性的 就是說你要持續 你如果做三個月就不再來做了 那這個運動大概也沒有什麼幫忙 如果NCCN建議你每週至少150分鐘 中強度75分鐘是高強度 那你看我們國內癌友現在現況是什麼樣 低強度是完全不建議的 你公園走兩圈走三圈走五圈 是完全沒有impact 一點影響都沒有 那那種就是一面走路可以一面講話 甚至像這樣子 我可以走路一面跟各位這樣講話 中強度的建議是要150分鐘 但是你說話會有點困難 稍微有點喘氣 高強度的話大概一句話沒辦法講完 他都會建議你一週你累積至少75分鐘 你看我們國內的人呢 83%停留在低強度 公園學校在市場 中強度的竟然有64% 但是呢也大部分都做一次兩次而已 而且他們的時間大部分都是10分鐘 到30多分鐘而已 所以乘上他的次數以後呢 你會發現總時間沒有辦法到達150 同樣的到高強度呢 也是沒有辦法達到75分鐘 那當他需要做癌後定期最終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期待他同時要有良好的運動 因為 癌後的這些運動呢 基本上就是要恢復健康的開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希望傳遞出來的一個理念跟做法 那這樣的癌症這個照護過程其實很需要整體大家一起來 不管是家人不管是癌症病人本身 還有包括剛剛謝醫師所提到的NGO 就是一般的民間團體 那當然我們更期待的就是我們的政府單位能不能夠去統合所有的醫療資源 協助癌症病人當他離癌以後在康復過程當中所有的一些資源 所以癌後康復真的需要是跨系統 跨科別不同 不管是哪一個之類的這些醫療同仁或者是社會的所有人員們都能夠跨過這些資源的整合來協助 癌症病友他在康復的過程裡面可以更順利 癌症希望基金會提出癌後運動處方 有動五波比 強化癌有激勵 激耐力 敏捷 平衡心肺功能 五大核心能力 重建身體機能 有效提升日常活動能力 改善整體康復效果 才是真正動之有道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